欢迎收看同班美食假套套,我是林静盈 在这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介绍的不只是一般民众很喜欢吃的同班美食 同时也是很多政治人物最爱吃的一位 选总统前,先来看他们到底吃什么 这集的美食地图要先从台南出发 台南被称为是美食之都 副总统赖清德公开他喜欢的美食小吃 包含羊肉汤还有糕饼 如果想安排一趟台南行 不妨跟着赖清德的美食地图 小事伴手里一次满足 那这个是用羊肉片 下去做的清汤羊肉 哇,非常鲜美,清甜 一口接着一口真的好满足 台南特有的早餐有什么迷人之处 来来来,阿德士说给你听 因为羊肉本身部位就很嫩 然后煮的也不会太老 所以刚刚好 小吃美食如暑家珍 深耕地方多年来信德 努力推广台南名产 十天九楼,不少店家成为死中赖粉 我一直保留下来 麻烦副总统 谢谢 来到台南美食古都 只介绍一样私逢六礼 当然不够 跟着阿德士的脚步来到下一站 接下来介绍著名的伴手礼 副总统好不好 中间往外公 对啊,往外公 擀面皮是基本功 古早味的糕饼 当然也要写上吉祥话 接下来的工具很文心 等下来了 回豪写下平安两个字 浮沉传香百年的碰片 可是有独门配搏 右手的虎口 左手的拇指往下压 轻轻的压 不要太用力了 其实你就用虎口慢慢收 慢慢收 一直绕圆 一直绕圆 保险完够后送进烤箱烘焙 转眼间香喷喷 带有祝福的碰片完成了 喔 喔 喔 哈哈哈 呀 阿德斯 阿德斯 付长司 俯成美食大公开 跟着赖清德地图 小吃半手礼 一次满足 东西新闻 在台南报道 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侯友宜 他的家乡是嘉义的蒲子 家里过去是卖猪肉的摊生 侯友宜的口袋美食名单 通通跟猪有关系 包含了卤肉饭 猪血汤 猪肠冬粉 都是他最喜欢吃的美食 吃肉饭啦 吃豬腳啦 豬皮啦 吃 呃 吃肠冬粉啦 滴肥啦 开口抬起口袋美食 仔细听好像有玄机 侯仪从担任副市长开始 到现在跑选举 吃东西怎么配 一定缺不了猪制品 米苔麥 炸的也很好吃 滴肥汤 不然就 吃肠冬粉 滴肥汤 不然吃福酒啦 可不是嘴巴说说 有图有证据 这张在中和的滴肉饭店 滴肉外 小菜就有猪脚猪皮 三重知名的猪脚店 也有侯友宜现身踪影 就算来到乌醋面店 桌上小菜 还是有猪皮 怎么搭都有猪 参加原住民活动 三猪肉 怎么逃得过 手掌心 有空就塞一塞就吃进去 那路边有就下去吃啊 吃什么就滴肉饭啦 因为以前我家卖猪肉 喜欢吃 有关猪的 都很喜欢吃啊 出生家义 家中就是卖猪肉 侯友宜从小吃 还吃不怕 无聊开玩笑 带侯友宜吃东西 只要记得猪就可以 最近今天在新北市 这旁边小店 是侯友宜经常光顾的店之一 每一次他来到这里 都会选这个位置 要对对门 避免打扰到其他的人 而点餐的内容 也是不乏 猪制品 无肉饭猪血汤 标准侯友宜配餐 老板娘很有印象 对啊 一碗没错 它食量很好 然后猪血汤 就会跟他帮他送上去 然后其他 他们就会自己点 基层出生的侯友宜 就算拼选战 行程感 但吃也不能 没有猪 东森新闻 陈志文林英佑 最新美食报道 接下来这个铜板美食 又是谁的罪案呢 在高雄的三民市场 卖了50多年的无名面摊 装排的古早味 意面 搭肉羹 很多在地民众 从小吃到大 就连贺文哲 来到高雄跑行程 也特地来品尝 满满一大锅面线 老板熟练 老起来装进碗里 只见店面 内用人多 排队的人更多 老涛边吃面线 边涂骨头 景象好特别 因为这家面线 里头加的不是大肠 也不是鹅啊 而是排骨 超大块的排骨 从面线糊里捞起来 一口咬下 软烂的排骨肉 跟骨头分离 让人大呼过瘾 为了高雄进行路 这间排骨面线 招牌面线糊 只有排骨跟鱼羹 两种配料 偏甜面线 加一点黑醋提味 美味顿时升级 还有煮到入味的排骨 跟其他部位相比 Q弹进食 让老涛越啃越刷嘴 店家早上6点开卖 卖到下午1点 如果遇到天气冷 太晚来恐怕吃不到 他就天气冷冷的 他吃这个很舒服 是不是常常都 一下就卖完了 对啊 冬天比较快 冷冷的吃得好 比较舒服就对了 舒服对对对 你今天买几碗 八碗 八碗哦 谢谢谢谢 慰绕员工一下 一大锅面线糊 被老板娘一勺勺 装进袋子卖给客人 店家再不一锅 又是瞬间秒杀 见底卖光 另外一间 同样在高雄三明市场 卖了50多年的 无名面坛 招牌古早味 意面搭肉干 是许多在地人 从小吃到大的美食 就连柯文哲来高雄跑行程 也特地来品尝 柯文汤就是 有加一些蒜头啊 一些比较 台湾道地的元素吧 三明市场灵魂啊 你在那边吃多久啊 应该也快20年 从小到大 我外公就带我来吃啊 在高雄三明区 开业数十年的面店 还有排骨面线 用热腾腾的美食 吸引外地人慕名而来 也温暖在地人的胃 刀新闻在高雄报道 在埔里靠近国姓乡 有一间客家食堂 过去曾经是 顾总统蒋经国 下乡吃茶的时候 最常去的餐厅 这家客家餐厅 走过了威权时代 到了现在 还是继续飘香 靠的是什么呢 不是打官贵人的口碑 而是实在的好味道 如果不是刻意寻找 往水里日月潭的车子 几乎都错过 标示牌上没有指引的 美味圣地 隐身南投国姓乡北山村 不起眼的食堂 很普罗很大众 台湾乡间路边 仿佛有无数间分店 但最大咖的代言人 绝对独一无二 这里是顾总统蒋经国 下乡南投试茶时 必定造访的御用餐厅 小食堂因此名声大噪 帐勺的张俊盈 也晋升成为 在地乡里口中的 总统民间御厨 在自家餐厅里 从妈妈的助手变成主厨 拿着锅铲的手 翻动超过六十年 信手拈来 半桌十桌 菜色不重复也没问题 虽然大主顾将近四十年没上门 经国先生菜单 他依旧生硬在脑海当中 他们也都知道我们煮了 我们煮就吃了 我们这些鱼的鱼 都手就去拿来吃了 拿鱼鱼 拿鱼鱼 现在这些很少了 比较好一点 什么都爱吃 尤其是附近西里 现捞的西虾客客啊 最新的在地催台青 吸引戒严年代 爱接地气的小奖长鲜 而客家餐厅少不了的客家小草 更见长出功力 豆瓜要拌在香 南东蝎 鱼鱼 还有豆瓜 芹菜 葱啊 要好吃 要好吃 不是什么 用松柏肉最好吃 松柏肉取代三层肉 去掉油腻多了扎实口感 客家招牌客家小草 平凡中见不凡 张俊瑩的用心巧思 让小蒋赞不绝口 更诡弃的是 有名的客家福菜汤 其实有个蒋经国的典故 客家口味加上浙江口音 总统赐名品尝的咖啡就这么好 改名福菜成为客家之光 也成为张家覆盖不住的光芒 餐厅从阿巴的日本时代开始 道地客家菜相名远播 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年历史 民国六十二年 蒋经国还在蒋院长的时代 常常刻意微服出巡 就这样大原物来到伴路店 传奇就这么被炒起来 后来院长升格 张俊瑩的父亲张战胜 就变成了蒋总统的 民间十大友人之一 蒋经国前前后后来过二十几次 在那个年代 总统是最好的代言人 一般人不能选总统 但总想试试总统吃什么 有啦 怎么没 没 我也要煮来买你 好 来 来 来 谢谢 张家餐厅每到周末假日 总是客满 靠着客家菜 养出了好几个博士教授 张爸爸虽然不算妻妾成群 但两房儿女十六人 倒真是人丁兴旺子孙满堂 他吃小孩 但是我跟妈妈比较 但是我妈妈没外 我去就没有吃饭 他都在房间那里 都问我吃饭的什么 我到时候要出这堂驾水 驾水大楼就说 你还快回来 快回来 很怕人家来 我在家都安心了 我出家人家来 他们就很紧张了 我到时候去母親就说 我不回来啦 很得父母疼惜 但一家食者好凡 能吃饱饭已经很不简单 张俊瑩从小就贴心 体谅父母的辛劳 成全兄弟姐妹 不觉得是牺牲 当年走平民风的总统 让樸实道地的客家菜 变成民间育厨 每年到博士 张俊瑩一间撑起食堂事业 在父母心中 荣耀的分量 不输给其他博士孩子 而张俊瑩也很争气 靠着锅产在故乡荣耀门眉 客家的应景精神 也在他的锅里飘散 就算被导汇上千万 一毛钱都没收回来 也有志气不被打败 我们家庭也有啦 我想说不要啦 让我身体更用的 我的手也不做啦 不过解研之后 台湾社会百家争鸣 饮食界吹的是 异国风奢华风 总统也不再稀奇 加上国道六号通车之后 台十四线不再是台中彰化 往普里日月潭的必经道路 门前车马锡 也让张俊瑩忙碌的身影 步调缓了下来 等下来 等着等酒没关系 就把它勾住 勾住到我们这不 achie 不要做就好了 有的人都很怀念 他说我九亿 你爸爸来不不不 我就要来吃 他有古早味 很推荐 它有一些客家菜很好吃 非常棒 然后客家小炒 你很好吃 我我认识了 你柿果 我就知道东西好吃而已 过路客少了一大半 但老客人依旧心心念念 旧雨带着新枝 来回味不变的记忆味道 临走前不忘带几罐 张俊瑩腌制的福菜回家 嘴馋又没空专程跑一趟时 自己在家下厨 味道就算不能百分百复刻 也有三分相 翁来酒 咸咸咸咸咸咸 这可以煮汤 煮三层鸡肉 煮汤汤 要做煤干扣肉也可以 传承超过一甲子的味道 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 吃饭吃味的传到第三代 做菜长勺的也是第三代 林家豪帮着妈妈做生意 也超过十年 认真努力学习 早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但妈妈依旧很严格 在这里啊 快在这里 对 好谢谢喔 稍微均定一下啊 其他都还好 因为我比较 今天比较久啊 从苗栗客家到南投国姓的 伴露店客家 意外的成为当时国姓的最爱 成了民间御厨 就算没了总统光临加持 张俊盈回到美食本位 依旧能继续飘香 大选厨 大选厮杀墙棍 顶兵处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吉隆庙口这一滩顶兵处 传承到第三代 不只寻味而来的美食旅客爱 历任的市长 议员 立委 还有总统候选人 都得来吃上一碗 才构成在地 跟过去啊 曾经登上外宾国宴 百年装牌有兄弟姐妹 一块来打拼不分家 齐心的继续传承 烈酒明星 各色吃食百家争鸣 沿着食欲之船铺盏 成为想叮当的美食景点 吉隆庙口夜市 不只丁杠五名虾 还是全台唯一入选 国际媒体评选的世界二十大市集第三名 我的速度很快 我一分钟我大概可以摇十碗丁边座 以前有一个导游在那边带团来 他就说 他就跟团员这样讲 他就说 来基隆不来庙口妹妹来 来庙口不吃丁边座 妹妹吃 你确定不是你吃丁边的 被你发现了 那个导游是我教他讲的 好 一做一碗 好 OK 双手忙着咬汤出餐 还有余裕说笑的 是庙口同浪栽的小吃老板 吴吉祥 虽然有次夸成份 事实上倒也真的相差不远 庙口美食以香火鼎盛的电器工为中心 向两侧辐射延伸 吴吉祥的摊子是最靠近庙店的一家 由开张圣王引路而来的香客便掏客不知返己 也难怪提起基隆庙口 许多人总忘不了吴吉祥碗里的顶边缩 口感比较Q 比较好吃 湯头很回甘 很厉害 来这边的话我都会来这边吃 轻轻的但是味道还蛮甜的 对啊 觉得它才会回甘这样子 雪白的顶边缩 劲道弹牙有口感乐趣 浸泡的热汤看似轻轻如水 但一入口层次滋味在舌尖堆叠样开 和朴实干雅的顶边缩相得益彰 互相衬托 不少远道而来的时刻 经常一吃两碗才心满意足 炸蜜蜜是吃什么 炸蜜蜜的重点是吃它的口感 但是鸡人的炸蜜蜜 主要吃口感 还吃它的汤头 台湾稍微吃八八块 里面配料十二行 像炸蜜蜜这块 你们是加了什么料这么好吃 也有啦 也有问这个 12种配料就公开 密放公开在那里 不然客人会一直问 但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买 后厂熬汤锅里 小鱼干 金钩虾 小丁香 是吴吉祥亲自跑野柳鱼港买的 阿根廷鱿鱿鱿 则是熟识的店家精挑细选的 不知道哪里买 吴吉祥的意思是 要买跟他一样等级的东西 得要熟门熟路货比三家 加上不辞路途不怕麻烦 还是交给像他一样专业的来就好 金钩虾 鱿鱼 笋丝 小鱼干 熬汤料就五种 然后加上虾根 肉根七种 然后顶边厕八种 然后还有高地菜 贴着庙口的金炉边 吴修娟掌管的后厂厨房里 大汤锅汇聚食材的自然清甜 保持微煮滚动 摊子上的清汤没了 随时支援补充 裹上鲨鱼 鱼姜 肉根 虾根也是一样 随时现捏 现煮 现卖 要确保客人吃到的每一口 都有刚煮出来的诚意鲜度 煮很多变得是冷掉 冷掉你经过家的 那个口感都会不一样 不放松每个细节 老味道的每一天每一口 都鲜爽甘甜 不只寻味而来的美食旅客很爱 历任的市长 议员 立委 总统候选人 都得来上一碗 才构称在地拨干减 2003年 吴吉祥还带着这庶民小吃 从庙口的小摊登上了外宾国宴 百年招牌有荣耀门眉的光彩 日本人吃这个也很喜欢 讲日语我是听不太懂 好吃我听得懂 每天大清早 吴吉祥的备货区 大炒菜锅就赶着生产店里要用的米粿 再来米磨成浓稠适中的米浆 芋头涂上沙拉油避免粘锅 米浆浇淋一圈 盖上锅盖焖蒸 一分钟后一张圆满的米糊熟成 就是吴家知名的顶便梭 台语里的熟 形容蛇或是虫类的动作 叨叨阿熟做第一件经浪熟 就是迟钝慢吞吞的意思 用来形容米浆从锅边上圆 慢慢往锅底流泻的过程活灵活现 而抹米的水量 关乎米浆浓度 也关乎熟的速度 米浆太薄太稀 变成冲的溜的 蒸出来的米浆就太薄 没有厚度弹性可言 你有扣度锅那面比较粗 没有扣度锅 水起你烤的时候 那面就比较粗 它的密度不一样的情形 一只一只粒在煮的时候 它就不用熟了 米浆要慢慢熟 但做一张米粿得要抹油 焦零 盖锅 拿捏掀盖时间再起锅 师傅的身手可不能熟 谢兆鹏退伍没多久 就来学做顶边缩 二十多年的青春 全都在米浆的流动之间 凝结成记忆功夫 这是串杂宝 没有串杂宝 你串杂宝 你这个拐 你没做过 你做下去就丢了 做下去就丢了 约爱自己的工作 一个姿势 相同的手势 焦零热情不怕辛苦 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情 让传统小吃不断吹 有谢兆鹏这个得力助手 吴吉祥可以专心在摊子前 舀汤赚钱 无后顾之忧 但别以为他只出一张嘴 当老板 他也是从学徒身份 慢慢的收回来 那你如果锅子太烫 你下米浆的时候 他这一面 没有贴的锅这一面会干掉 没有水分就蒸不熟 我学这个据说 是有史以来最快的 我回来 我大概一个礼拜就会了 通常那个 师傅要学三年 我不晓得要不要那么久 你这也特技薄的啊 不可能啊 但是 吴吉祥原本做的 是广告特效后置工作 二十多年前 老爸爸想要退休了 人为乐观开朗 又有管理天分的长子 足够能力带领弟弟妹妹一起打拼 孝顺的吴吉祥 双手于是从剪接机上 挪移到锅边练功 学校以后 如果拜六星期都会来到生日 所以小时候 孩子最喜欢的效果 我没有 学校比较轻松 百年前 阿公首创 把顶边缩夹进肉羹的吃法 受到欢迎 接续到第二代 也就是吴吉祥的阿爸手上 做得更细致有味 这来自对岸福建的传统小吃 原料和板条相同 但因为丘楼不同 也就是制作方式不一样 口感一弹一软 有着极大的分别 顶边缩也随着福建移民 唐山过台湾 在海港基隆 发展出比原乡 更出彩的味蕾享受 现在基隆是最出名的 因为我们的店里的时候 我们就去参与百贡 丘楼 这是一个重点 基隆的企业是全台湾出名的 十九世纪时 基隆的开发主力 是渡海而来的张州人 主寺开张圣王的奠基工 也就成为基隆的信仰中心 和庶民生活原心 古吉祥的爸妈在庙口 搜贵熬汤一辈子 努力拉拔四个孩子长大 也在白溪画铺上 蕴染在地海味 把基隆做成顶边缩的新故乡 但谦虚的一家人 把一切的拥有 归功于开张圣王的避应 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生意 就是开张圣王的保佑 你贴富吗 贴富吗 贴富的比较贵 我贴富的比较贴富的比较贴富的 汤一个一碗一个两碗 好一桌一碗 OK 古吉祥接手后 陆续历经921大地震之后的 惨淡景气 丰台相神和纳利的光临肆虐 也挺过世纪瘟疫的超级考验 现在兄妹俩和另外两个躲着镜头 不愿露脸的弟弟 一起经营自家百年招牌 不分家不轮流做 要同心协力 发扬圣王和父祖给的传承责任 从小就在这边 然后爸妈也希望说 兄弟就是一起做 然后赚多少钱是其次 至少就是 全家都常常聚在一起 这个就是珍贵的地方 这一碗清清如水 融合了在地风土和鲜明的饮食文化 丰盛的不只是弹牙的满足 还有一家人的相喜感恩 相信再过个百年 这滋味依旧历久迷新 起酥蛋糕好吃到可以浸透总统官邸 这家蛋糕店老板娘原本是看电影的生意都没有起色 他就偷偷的想把蛋糕拿去市场卖 没想到他研发用酥皮包覆蛋糕的起酥蛋糕 从市场一路的红到总统官邸 就连群松头马一九孙女的明月蛋糕也是这一款 来一二三五 30公斤的面团负责量总得并肩作战才移得顺畅 要制作酥皮 蔡震达的高标准下特别费工 光是洗面 反复折叠 擀平 就得厚实两个多小时 每次通常擀开一折再折 再重重折再重折 起来再变成好比好几百层 所以你的几书有多少个层次 好几百个 四五百个层次 这么多 对啊 对啊 五百层 酥皮惊人层次 当他包裹着软棉蛋糕体 烤得咸酥又不油腻 这就是三十年前 唤醒蔡震达创业梦的起酥蛋糕 每天一大早 冰点大的厨房 就像是正常 四季别落的零响 还有阵阵酥皮香气传出 代表着又一盘成品要亮相 我做我的婚姥 我做从三个小学毕业没有多久 就学做这样 到现在啊 光阴岁月全在这面粉堆里打转 过去是一个人忙 现在多了六位师傅 加上儿子蔡宗婷 大家各就各位 为上百条的起酥蛋糕备战着 包裹着起酥皮的海绵蛋糕 要用钉子酥搓呀搓的 为的是烤锅后 能够紧紧扒着蛋糕体 吃起来更有滋味 这款起酥蛋糕 是蔡宗达早年 为了拉台老冬家生意 才想出的点子 你知道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 大家生活就比较困苦嘛 对不对 生活比较困苦的时候 那时候会用那个 比方说快要倒起的那个蛋糕 然后就包起酥皮下去再烤一次 因为这样的话 这样的方便它来会杀劲 会杀劲的话 蛋糕可能都剩个两天嘛 民国六十几年当师傅的时候 没想到在烘焙界迎领流行 身为起酥蛋糕创始人 信心大增 随后自立门户开店 但当时没钱 店面简陋又黑暗 客人根本不想光顾 太太突发奇想 把蛋糕推去市场卖 却遭到蔡宗达一刀想想 船要去买老板看着 买老板看着 他从头上去买房 要跟他组织 我会知道他那种 没要让他去买的原因 他从头上去买的原因 他做财富 做下财富 做下财富 做到那里好 这时候 我要拿他做 几两个 拿去市场 那种没法度 放下升冠 那种心痛的痛苦 我可以了解 所以我都不敢说话 试吃策略奏效 市场生意大好 蛋糕一下就卖光 还要店里赶快补货 蔡宗达这才想开 唯有主动出击 才有出头机会 而且也发现 当起诉蛋糕大流行后 他这位创始者 优势已经不在 所以才又转而研发 轻乳酪蛋糕 就没有正当职业 我就服务正业 服务正业 你刚才说被资源回收 我们自己是资源回收场 我爸爸帮我捡回来利用 一板一眼的蔡宗廷 难得轻松 不怕油腻 双手在牛奶奶油和乳酪里面 搅动着 这位中央大学财经研究所 毕业的高材生 考到的金融证照 多达十张 却选择回家帮忙 因为发现 老爸老妈 已经被岁月折腾了 身心俱疲 有一通电话进来 就问我妈妈说 他要宅配好像两盒 还是三盒蛋糕去南部 需要付多少运费 我妈妈就拿这个问题 去问我爸爸 那我爸爸就情绪 就没有办法很好 然后就回答的口气 就不大好 那我当时看到这件事 我就有一个疑惑说 这不是应该很简单的事情吗 所以抱着解决事情的态度 开始在家工作 跟着父亲和师傅学习 店里各类蛋糕 从头到尾的制程都熟悉 其中为人称道的 轻乳酪蛋糕 质地细致 没有孔洞 他说 关键就在手作 你如果用机器去混合的话 它就是不管怎样 它就是要把你打到够 可是打到最后都会消泡 因为它过度搅拌的时候 造成它里面的空气 都跑光光的时候 它的口感就不好吃了 可是如果你是用手动混合的时候 你可以用眼睛去砍 砍哪里是比较不均匀的 多拌两下 除了打发蛋白 得靠着三台古董机器砖呀转的 其余都得是手工 他们不加面粉 只以牛奶乳酪和鸡蛋来制作 原料对了 奶香跟着就报到 我们的乳酪量真的加得够 那也有用牛奶 我们也没有加水 所以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蛋白质 足以撑起这个蛋糕的组织 就可以不用加面粉 起司蛋糕 轻乳酪 重乳酪 生日蛋糕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饼干都有 那时候小现在儿子都长大了 非常的轻眠 而且口感会觉得很清爽 所以通常三十年了 刚才一个先生跟我讲说好吃 所以我就赶快进来买了 航了快三十年 销量早已远远超越起诉蛋糕 每天要卖出好几百条 就连前总统马英九 孙女的明月蛋糕也是这款 客群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一池 回首来十路 蔡正达夫妻打下稳固地基 楼房兼顾 蔡中亭接手 加以智慧型管理 蛋糕店不在老太 路是越走越开阔 陶渊有一位黄师傅 从小就跟着综合筛的爸爸 到处来板的 几乎是在行动厨房长大的他 他回应说呢 小时候爸爸经常悄悄地被带走 原来是被老蒋总统 叫进官邸来做菜 而现在呢 他也传承爸爸的好手艺 就是活鱼料理 特别是融合板斗的丘落菜 果然每一道都让顾客相当经典 我是常来 吃来吃去就是这一家最棒 你家家我外嘴鸡啊 有时候一个月吃了好几次 一道道的美食佳肴 是涛客的心头最爱 石门水库附近 桃园龙潭中正路上的美食厨房 专门让刚刚往生的鲜鱼 在嘴里活灵活现 在味蕾细胞上起死回生 药柳的肉比较油 比较细 炒鱼的肉是比较粗 但是Q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刚刚为桃客捐取的药柳 体型浓鲜合度 十一斤还算小case 做一鱼五吃刚刚好 大米二十几斤的要大米 十吃十一吃啊十二吃啊 红莱只要一碗糖 很简单 红莱本身要酸 煮的不才会酸 不才会酸甘甜 肥美的鱼肚先下锅炸得外酥内嫩 先锁住鱼肉的甜分和水分 火候掌握得一分不差 六十岁的黄振坤出身板豆世家 五十年功力用来炸鱼肉 完完全全游刃有余 鱼快炸好之后 接着下锅悠游 新鲜凤梨熬煮的酸甜汤汁 和酥脆鱼肉合眼鱼水之欢 是色香味俱全的天作之河 这道凤梨鲜鱼 黄振坤改良自板豆菜的新吃法 毫不意外是店里的人气很不让 而另一道传统的三杯鲜鱼 也是三杯鸡的变形灵感 黄振坤说 他的活鱼在进厨房之前 必须先住进活鱼旅馆 饮食美水库的活水饲养一周 让鱼排掉体内的沙土 因此不会有淡水鱼常有的土味 加上现沙现煮 只要料理手法适当 配料不马虎随便 绝对有基本分数 所以他讲究食材要用好 三杯活鱼要够香 麻油就要够纯 要用麻油去爆才会香 麻油爆出来跟一般 你爆出来不一样 手底功夫扎实 黄振坤练果小时 就得跟着中破塞爸爸 到处反斗赚钱 四十多年前 台湾人请客不外饭店餐厅 婚丧喜庆热闹营神 一定请经济实惠 选择大袋的伴桌团做外汇 黄振坤的青少年时期记忆 全都围绕在简易的行动厨房里 忙到连厨中毕业证书都没有领到 你下午就要去倒床 扮到你倒床 有的不容易倒床 以前的孩子没那么好命 几乎一个月二十九天 都要扮作 对对对对 都外汇 以前淡水座书厂扮菜都 我老爹去扮 那指定 黄振坤的父亲黄天来 四十年前是台北宴会界 同郎栽的天来塞 厨艺一等一 仿佛天外飞来 收服众多老饕挑剔的嘴 最大咖的粉丝 在当时还是不能说的秘密 民国五十六年 都老乡的叫做 以前理长 理长跟管区来带走 到士林关市去帮他煮 不可以说 都不可以问 也不可以让人家去冲刷 蒋介石老总统绝对不缺预厨 但三不五时想起天来塞的好味道 平均每个月至少一次派员买食材 请天来塞单身赴任 尽官邸板斗 虽然不能说 但也是莫大的光荣肯定 那时黄振坤心里就暗自立志 要向父亲看齐 退伍后二十岁开始独当一面 成为新一代的伴桌王 不过好景不长 随着时代演变 伴桌行业面临餐厅竞争和环境问题 逐渐失去网玉荣颈 后来就不可以 路边就不可以 我别搭我别搬了 二十万钱吧 二十万钱吧 开始就不好了 生意差多少钱 都三分之一了 伴桌生意大不如前 二十多年前 黄振坤积极寻找出路 刚好太太娘家 位在龙潭中正路上 是通往石门水库的必经道路 水库旁 现在已经收摊的亚洲乐园 在那时是北台湾的热门油气区 假日全家大小 到石门水库兜风顺到吃鱼 是二十年前正夯的一日游行程 看转了商机 加上租金比市区便宜 黄振坤结束板斗的游牧生活 落脚在活鱼餐厅以及战区 要大展身手捞新台币 不过没想到因为新来乍到 没有知名度 生意惨淡 最糟的时候 一天只做两桌生意 仅能打平水电 连薪水都快发不出来 苦撑了快一年才走出困境 移动了 移动了 反正移动到买了 想办法就出去叫客人 在马路旁边才好 总部才可以出去 对 叫 入来煮煮的时候又出去叫客人 我说你做的不然在台北来的 他说你煮就不乱吃了 想费我来到榜也不然在烧人 为了在众多活鱼餐厅中胜出 黄振坤运用板斗的秋露彩底子 融入在活鱼料理 不断创新菜色做出市场取得 做人比较不悶 北京没有 北京没有人家才来 两三年就把口味全部换掉 干辣椒提供它的香味 生的话是要它的鲜度 还有那个清辣椒 它比较甘甜 鱼头炸好丰存水分 和辣椒sauce一起焖煮 让鱼头内丰富的胶石软化入味 又是一道活跳跳的生鱼滋味 味道会让人家 会一想要来再吃 味道都还蛮入味的 儿子的手艺 连老客人都分不出来 和老爸爸的差别 也因此黄振坤放心的 让儿子全权发挥 他只有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再披挂上阵 问他教给儿子做活鱼料理 最大的秘诀 他说关键不在计数 而是做每一道菜 都要像第一次做一样 沾沾亲亲 绝不能因为是老鸟而懈怠不专心 不能马虎啦 我们以客人的心态嘛 十一百没来就不来啊 绝对不能马虎 因为不马虎 黄振坤在厨艺界 站稳马步半世纪 未来五十年 第一家庭的民间浴厨 希望用不马虎的态度 做每个顾客的心头第一浴厨 今天晚 狮子头面是架杠的总统集 台中市的巷弄里面 有一间小面馆 声音好到连总统都干拜下风 今天晚闪烁着金黄肉汁的狮子头面 就是因为前总统马英九吃过 他也说赞 因此还被取名叫做总统面 今天是一个 全家的馮饨面 一个酸辣糖 跟水晓一个炒面 还有一个小菜 什么都点什么都来 不是这里的客人太哭泣 而是面碗里 道道招牌都被封做山等级 网络就写他们家什么都很好吃 最推荐的就是狮子头 生意好到怎么样了 还没到营业时间之前 我们就没办法再收客 因为已经排队 排到我们可能要第二轮第三轮 生意好到连总统都无法抵挡 你没听错 这一碗闪烁着金黄肉汁的狮子头面 正因前总统马英九吃过也点赞 第一次还被取名总统面 我们会用蛋增加它的水分 然后让它的浆会比较容易打 如果冲的话它本身就会带水 所以我们会加一点点米酒 来帮助去猪肉的腥味 然后搅拌搅拌到它有粘性出来 先或将泥再拌绞肉 古法前置红烧狮子头 凡复步骤倒是摸的相当手透 它比较偏上海那边的口味 它会带比较甜一点点 因为这个是一个上海人 教我妈妈做的 从小吃到大的狮子头面 用来黄金处方都来自妈妈 祖籍山东的第一代老板娘郭光敏 当年就是靠他 让胡志强一吃上瘾 总统当选人以后 那就到他们家去吃饭 就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外汇 红烧狮子头面声名远播 从此换来台中人大排长龙 但费工的调味打水跟排打工作 也几乎填满燕巧康的年少时光 就入午前两个小时 我还在炸狮子头 炸完我才去当兵 那个时候没有请那么多人 这个时候还有工修 每个月修四天这样 一手捏肉球 一手清沾太白粉水 纯肉狮子头 因为杏料不缠豆腐 笔杞等材料 块头却又要大如垒球 所以定型得格外讲究 我们做这个冷冻 是为了方便我们接下来 定型会比较好定型 如果它在室温的话 第一个它不好定型 炸的时候会比较不漂亮 拍打增加粘性 下锅酥炸 则是第二道定型 我们只是炸表面 把它表面定型而已 它真的要煮 要熟的话要靠煮的过程 油炸过后 柿子头半葱姜八角炖煮三个钟头 期间得要熟着火炉不停翻动 才有办法成就这一锅子的软黏香浓 它的非常入味 而且它的那个非常软黏香 跟我之前吃到的柿子头 其实有大大的不一样 最重要是你夹 把它的柿子头剥开以后 它的汤汁会流出来 它整个在和在面里面 我是觉得还不错 来吃多久了 大概十几年有 十几年了 我这个女儿每一次 这个从国外回来 就特别怀念这个味道 一定要过来吃一次 说也奇怪 研发出总统面的这双手 年轻时其实不会做菜 老板娘郭光敏 是在偶然鸡园 习自上海大妈 厨艺豁然开窍 这才开启小管 从小我们不是 都会去吃喜酒吗 对不对 就看到那个柿子头 肉好大 你说这一定很好吃 然后长大以后就到外面吃 他们都是做锅 那我就感谢我来给他 改层面试试看 有篮球队也会来 就是他们玉龙的球队 会打比赛来台中的话 他们可能就一次过来 就可能二三十个人 每个都很高这样 就觉得蛮有趣的 慕名而来的正商名流 艳巧康从小看多也看惯了 高中毕业顺理成章接手家业 一切看似好命接班 压力却是外人无法体会 做得好会觉得说 这是应该的 因为你是阶层父母的家业 可是实际上不进来 今天客人吃觉得说不好吃 他下次就不会来 时代在变老味道 既要坚守不能走偏 经营管理又不能一成不变 艳巧康回家长店三年 跟爸妈最大的抗衡 就在人类成本 像比较老的师傅 以前妈妈那个年代的师傅 在做菜的时候都会 留一手 都不会交给学妇 他们家去做 可是我觉得现在 你反而交给她 你的事情会变得更少一点 清香料 蒜头 还有辣椒 姜 大小辣椒拌蒜爆香 改良自川菜的薄薄鸡面 麻中带辣 同样是老客人回锅必点 算是四川那边的菜 它比较偏辣 可是它的口感 会比较软嫩一点 会入口即化的 接着调入甜酒尿 综合辣味 鸡腿肉这个时候 采取下锅 红油透亮的辣色 薄着腿肉 翻炒到五分熟 原来啵啵鸡的软爛口感 是这么来的 酱汁辣油或者鸡肉 一勺一勺捞进滚水焖煮 如果直接丢下去煮的话 它的味道不会那么的入味 而且会容易散开 锅里蜡汁滚的冒泡 起锅的软嫩鸡肉香辣棉细 做厨师的哪怕会汗如鱼 只要客人无负贫 再累都感知如鱼 它这个鸡就会炖得非常的暖热 对 然后又有辣味 然后它搭配面条的话 就会很有味道这样子 一碗面 两带琴 因为不忘初心 所以老菜心腻 利酒弥心 看完一小时节目 是不是也想品尝总统面 顶边厨 还有活鱼大餐呢 继续锁定我们节目 才不会错过好吃的铜板美食 感谢您收看 我是林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